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澎湖 澎湖是一個一到夏天 大家就想來玩的地方 但是澎湖也是一個命中缺水的地方 在澎湖這邊呢 沒有高山 沒有湖泊 早期甚至要從台灣印水過來 但是澎湖現在不一樣了 就算是台灣鬧水荒 澎湖卻是一個唯一不缺水的地方 那最早這一個住在這邊的馬公居民 就是以這一口井作為主要的水的資源 家家戶用水荒來這邊打水 包括這一個從大陸來的一些商船 來到澎湖要補給水荒成長 對 也是來這邊補給的 主任 這裡面別有洞天喔 這是什麼地方 這裡是我們的一個馬公隧道補水市的抽水市 抽水市 那它的蓄水量 有2220地方公尺 在民國27年 民國27年 新建完成 27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是日據時期 是 這個一般人不知道的 很少人知道 那這也算是虎蹟才對啦 這個算虎蹟了 這段歷史喔 就大概就說我們80幾年那時候 澎湖缺水 那我們是從高雄碼頭 每一個航市運6千噸的淡水 從高雄運到馬公碼頭 一般電廠都是發電的嘛 為什麼我們今天在電廠居然還可以做出水 這到底怎麼回事 應該是這麼講 沒有電的話 就沒有水 但是沒有水的話 電力就吃緊 就有紅線電力 這個海灘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是用蒸氣 蒸氣去加熱 把海水 把海水蒸氣加熱 然後變成水蒸氣 是 然後產生我們要的淡水 是 水蒸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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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水蒸氣